24岁进德云社后厨帮忙 2012年正式拜师郭德纲 因其模仿能力和口技被大家熟知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孙贺宝 孙贺宝原名孙明照 吉林松原人 08年入科 因为面试时年龄过大 东北口音比较重 险些错失相声舞台 师娘王慧看他为人老实可靠 再加上孙贺宝的嗓音不错 跟郭德纲商量后 就以德云社后厨帮厨的身份 招进德云社 登台演出后 还险些遭师兄弟们的记恨 孙贺宝 东北人 有嗓子能叫唤 登台演出后的孙贺宝更加努力 刚开始时舞台风格不是特别的明显 在台上放不开 没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因其独特的模仿能力 慢慢的得到大家的认可 特别是模仿赵立荣老师 让大家印象深刻 喂 哦 奶奶呀 是 孙子 在哪儿呢这是 唐上口音 哦 我说我在剧场演出呢 哦 在剧场呢 剧场那些观众多热情不 我说热情啊 长得也特别的热烈呀 不信你听 美一声啊 孙子 你看看如果是不给你鼓掌了呢 你就把他模样给记下来 我说记他模样干什么呀 凡是给你鼓掌的 咱保佑他发财 要是不给你鼓掌的呀 我就去找他打麻将去 得到观众认可后 孙贺宝也慢慢变得自信起来 在德云社也有了一定的叫做能力 模仿起师兄弟也是唯妙唯笑 月云鹏 一上台就跟手机带着震动似的 好叫赵模样 烧饼满台飞 你逮不着他 是吗 其实我们哥俩给您收段相机 你看这个笑容是脸上人表演 你看这个笑容有点意思 哎 他老这样 太忙的 观众做的也也是 哎 鼎哥 你干嘛呢 你好嘛 孙贺宝的努力 郭德纲也看在眼里 也得到了郭德纲的认可 2017年 孙贺宝和搭档于赫珍 参加央视综艺频道综艺盛典 其中的口技 彻底的将观众征服 也被网友们称之为 德云一哥 西安的母鸡又不一样了 西安怎么样啊 首先说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啊 还比北京时间都长 这话没错 这个母鸡见着所有的秦类 它都不服 不服 它叫出来就是不服 是吗 拿爪的一五蛋 抬眼看着你 你捡蛋 我觉得最好听的 那得说是东北的母鸡 东北母鸡叫吗 正好 这方言就出来了 叫上是肝梗倔藏 你再学一学 拿爪的一五蛋 抬眼看着你 随后的孙鹤宝 可以说是一路顺畅 多次参加德云社的商严助演 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舞台风格 敢于大胆的尝试 除了模仿和口技外 各种地方戏 小曲小调 可以说是张嘴就来 特别是将传统的相声曲目 改编成二人传风格 无论是张云雷的探青水盒 还是同仁堂 都让他唱出了独特的二人传风格 许多网友也纷纷调侃 上九夕是交换生 孙鹤宝应该是毕业生 好一儿见有见啊 柳一儿就遮满了篇啊 再起为这个名啊 公啊 西庭就莫来啊 já那小牛尾 年长啊 一世留华 取了格如铭儿 喝完完四千 好大脸啊 哎呀 啊 还同仁堂啊 啊 啊 太老本书是老谣不挽 哎哎哎哎哎呀 这名人放了太多是网友 我这个先生参少自在网友 要往爷爷当中 我要使得你一地 两方哎哎哎哎哎哎呀 哎哎哎哎呀 先来要往外里 一时要回大父弟 要往爷爷被羞村 提供化妇中 也真的那刻先生 此此秒 外刻先生化多好 此此秒 在今年的六月份 孙赫宝和搭档孔九点 再次参加央视三套节目 欢乐城市派为德云社争光 除了相声事业外 孙赫宝在2019年 曾参演电影 我是官兵你是贼 获得了不俗的口碑 孙赫宝 将反派人物孙哥 演绎的尤为精彩 其中游刃有余的表演 也让大家看到了惊喜 相声方面出色 演练习方面也是非常的出彩 孙赫宝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德云一哥 就是不知道如今的德云社后厨 还招帮厨不 谢谢大家 好